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 我翻看报纸呢 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我觉得 看了觉得蛮有趣的 大家来看一下 OK 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它的标题非常的奇怪 就是说呢 我们的国人 就是我们的电力公司 他已经说了 他直接的跟你说了 大选后会起家 这句话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将会发生的事实 但是真的是耐人寻味啊 为什么这个国人呢 他会直接的很坦白的告诉你 大选后我们就会 这个调章这个电费 OK 可能我讲到这里 还有些人不明白 我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的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呢 大选要到了 很多啊 会让人民很堵拦的东西啊 现在党朝政府啊 都不敢做 然后啊 他们全部在忍着忍着忍着 就算现在呢 国库很穷 他们呢 手上完全没有钱 他们要用到钱没有钱用啊 可是他们还是忍着忍着忍着 都已经是神仙了啊 到时候啊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所欲为 之前呢 一路所忍下来的东西不用再忍啊 可以啊 放纵尽情 然后啊 像这个电费 这电费呢 现在啊 他使命不要起嘛 因为呢 现在要大选了 不可以起电费 起电费等下人民就堵拦 人民堵拦的话就怪罪这个当朝政府 等下呢大选成绩不美 啊 所以 使命冷 可是 大选一完了过后呢 电费是肯定起的 啊 还不止 还有就是呢 那个 消费税 消费税啊 大选后也是肯定来 101%来 我跟你打包票啊 OK 还有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现在政府都是死死安着 不让他们起家 等到大选后 你觉得政府还会继续帮你安着吗 如果国阵继续做政府 我跟你担保101%该起的东西 还是一样起的 啊 OK 啊 我现在我就讲回这个新闻 我觉得这个新闻蛮有趣的是啊 为什么这个国能 这国能照理由来讲 现在是属于 under这个当朝政府control了 什么情况时下 他才会对媒体如此的坦白 就说 哦 我们现在不起家 我们等大选过后才起家 你讲好笑吗 啊 我告诉你啦 现在就算是啊 国阵啊 都不敢跟你讲 哎 我们现在不跑USD 我们等大选过后 我们马上跑USD 政府都不敢讲这句话 你知道吗 都不敢这么坦白 这么老实 可是这个国能啊 不知道讲这句话 人是缺乏了政治敏感吗 就突然间这样讲出来了 OK OK 我讲了够长这个铺层啊 我想表达东西 只有一样罢了 就是呢 我想说呢 这个当朝政府了 你们想做什么事情 有本事 有种 在这个大选之前 敢敢做 GST要是吗 现在敢敢做 OK 电费要起是吗 现在敢敢起 你们还要起什么 什么鸡架啊 猪肉架啊 什么架啊 要起 现在敢敢起 一次过在大选之前 敢敢起 不要啊 等到啊 大选过后了 才来偷偷摸摸起 你如果全部等到了大选过后才起 你这是在欺骗选民 我告诉你 因为呢 你就是欺骗选民 在大选之前 完全没有这种起家的感觉 等到大选过后了 你才来全部东西起 报酬这样来起 这样人民是不是被你骗了 人民真的是彻底的被你欺骗感情 这样的情况 但是人民也不是啥的了 大家也是已经语着了 该这些会起的东西一定会起的 现在是政府使命按住了 但是 我现在我就想挑战这政府 你们想起什么 有本事 大选前马上起 不要等到大选过后才来偷偷摸摸去 这样你根本是在欺骗人民罢了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回事 谢谢大家 拜拜